嘿大家好我是悟空 今天给大家分享 就是手边这一台来自QNET的TS464C 这是一台4盘位的NAS 经常有小伙伴问我说 买NAS的话到底是买两盘位的 还是买4盘位的 我的回答是 你可以买一台8盘位的机箱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 对于盘位的数量 肯定是越多越好的 但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而定 每个人的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你只是做简单的一个照片备份的话 我相信两盘位就已经绰绰有余了 但你如果想跑更多的任务和Docker应用 或者希望存储空间比较大的话 肯定是盘位数量越多越好 其实盘位的数量越多 对我们选购硬盘的容量的要求也就越低 同时整体的数据风险也就越低 我就举个例子了 比如说你想组成一个32TB的存储空间 如果是4盘位的机箱的话 你需要4张8TB的硬盘就够了 但如果是两盘位的机箱的话 你需要两张16TB的硬盘 对没错不能再低了 可能这样说不是很明显 如果你用8盘位举例的话 可能效果就更加明显了 但是我们都知道 其实8盘位机箱是比较贵的 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 可能4盘位的机箱是一个折中的性价比方 所以今天我们就介绍一下 4盘位的NAS TS-464C 首先我们来一个快速的开箱 打开包装之后 第一个盒子装的就是电源适配器 和若干螺丝 以及附赠的网线 仔细一看 我们不难发现电源就是额定功率84瓦的行家电源 这8根是卡子 用于快速固定硬盘用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家用NAS是可以不用螺丝的 这根是标准的电源线 剩下的就是NAS本体了 可以看到这台4盘位的NAS体积非常的迷移 于是我拿出了卷尺量了一下 它的宽度仅仅有15.5厘米 如此小的一个尺寸 你甚至可以把它放在电视机旁边 配合自带的HDMI接口 当做客厅的HTBC来用 正面的配色我非常喜欢 除了上面的9个指示灯之外 只有两个按钮 一个是电源键 一个是U盘的一键备份按钮 下面是USB接口 右侧是4个硬盘的盘位 整体布局非常紧凑 关于这个体积我们还是要对比一下 这台DIY的NAS也是4盘位的 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出 它们的尺寸相差真的是太悬殊了 无论是长度宽度还是高度 TS4640都小得太多太多 有的人可能会问 为什么DIY的NAS无法做到这么小的体积 其实最主要原因 我觉得还是主板的大小 以及风道的设计 品牌的NAS主板是可以定制的 它不限于标准的计算机主板 它甚至可以不是矩形 而是多边形 或者主板上有镂空 用于进风或者出风口的散热 比如我们这台TS464C 我们拆开机箱之后 这里就可以看到有一个镂空的设计 用于风道散热 所以它的体积和散热是可以得到兼顾的 而DIY NAS主板通常都是标准的计算机主板 并没有定制 虽然机箱很大 但是散热并不一定好 所以并不是体积越大散热越好 还是看风道设计 而一个稳定的NAS散热非常的关键 说到散热 我们转到机箱的后面 可以看到应用眼帘就是一个超大的静音散热风扇 有了这个风扇和良好的风道设计 实测可以让硬盘的温度长期稳定维持在32度左右 反观我自己的DIY NAS 硬盘的温度动不动就飙升到50度 最后实在是无奈 不得不拿出两块硬盘来缓解散热问题 风扇的右侧从上至下 依次是重置按键 HDMI接口 两个USB接口 和两个2.5G网口 以及DC电源 拧下背部的四个螺丝 拆开机箱 可以看到 这里有两个PCIe 3.0通道的MDR固态硬盘位 虽然说不是4.0通道的 但是PCIe 3.0x2这个规格 理论速度可以达到2000Mbps 其实性能也是过剩的 这次我们选用的固态硬盘 还是五年至宝的西数红盘 SN700 如果是放在PC下 它的理论速度可以达到3000多Mbps 两个硬盘放在一起 可以给NAS做高速缓存 如果硬盘规格相同 可以组锐的零 拿出硬盘拖架 我们分别把四块机械硬盘装好 这次我们选用的是西数红盘PLUS 它的型号是HA510 这也是一个CMR垂直盘 专门用于NAS 而且非常静音 虽然说它是5400Mbps的128Mbps 混存的硬盘 但实测它的速度并不满 拷贝大文件 顺序读写速度可以达到200Mbps左右 并且曲线非常平滑 稳定浮调速 开好网线 我们就通电开机 可以看到面板上的直级灯 依次点亮 而此时的待机功耗 大概是34W左右 我们可以利用QFinder来找到NAS的IP地址 在浏览器里完成NAS的处置化 整个NAS的处置化大概需要经历7-8分钟左右 进入到NAS的管理界面 可以看到所有的硬件信息 CPU是四核心四线程的Intel N5105 相较于微联通TS453D的CPU G14125 它的单核性能提升47%左右 这个提升幅度还是蛮大的 同时预装了8GB DDR4的内存 整个系统大概占用1G多的内存 所以一般用户是够用的 网络方面 如果你的电脑也是2.5G的网口 同时又具备2.5G交换机的话 那么可以把NAS和电脑 同时连接到交换机 此时观察网络信息 可以看到已经成功的识别到2.5G的速率 当然如果你没有交换机的话 也可以利用网线直连的方式 达到同样的内网速率提升的目的 经过我的实测 拷贝大文件 无论是从NAS传输到电脑 还是从电脑传输到NAS 它的速率都可以达到200多兆的水平 并且即便是关闭了高速缓存 也能够达到峰值速率280兆每秒 说到这里 有很多小伙伴可能就开始疑惑了 它为什么可以超越单盘的速率 原因就在于这是一台NAS 我们已经把它组阵列 并非一块单一的硬盘 说到锐的阵列 如果已经四盘装满 一般可以组锐的5 不过它的大小就是三张的容量 允许有一张坏掉 如果想最大化利用空间的话 可以选默认或者锐的0 锐的0这样性能最好 不过这样就是没有数据保护了 但是这里提醒各位 数据保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备分意识 不管怎样的阵列都无法完全避免意外 其实四张硬盘 我们可以量量组合锐灵阵列 一个阵列作为日常使用 另外一个阵列作为定期自动备份 这样组合的话 既保证了性能也保证了安全 如果是我 还会增加很多冷备份硬盘 这也是没有办法 作为创作者 数据是无价的 进入到QTS主界面之后 在微联通的软件中心 有大量的应用 可以供我们下载使用 这里我想推荐几个必备的软件神器 第一个就是Container Station容器工作站 在QTS里面 它整合了LSD和Docker两种容器 这两种容器还是略有区别的 LSD可以理解为是Linux的系统容器 而Docker可以理解为应用程序的容器 这两者如果双键合璧的话 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开发场景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NAS里面 创建自己想要的操作系统 无邦图 Debian等系统 此时我们就可以用到LSD容器 甚至也可以给它设置一个镜台IP 方便管理 在Docker方面 也可以搜索常用的应用 比如说Plex Ambi等CS模型的影音服务器 当然就Plex而言 QTS里面可以在软件中心 直接使用封装好的Plex 这对于小白来讲就更加的方便 除此之外 如果还是没有找到你想要的应用 你可以通过手动安装的方式 来安装第三方APP 比如说Ambi Server 或者是Transmission等 其实无论哪一种方式都非常的方便 我想这可能就是品牌NAS的优势吧 第二个推荐的软件是HBS 这也是我使用很久的一个软件 HBS是一款非常省心的备份工具 我本人也是非常的依赖 它可以实现云盘到NAS USB到NAS FTP到NAS等诸多方式的备份同步 如果你用的是苹果电脑的话 也可以实现Time Machine 值得一提的是 HBS还可以实现局域网当中 多台NAS的相互备份 即便不是同一品牌 也能够挂载和同步 当然你也可以设定好时间计划 每天或者每周闲时备份 第三个比较常用的是云联通 顾名思义其实就是内网穿透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只要有网就能连接家中的NAS 设置方法非常简单就不赘述了 另外既然是联网的设备出于安全考虑 我个人建议把Q Firewall打开 它可以针对那些比较可疑的封包进行封锁 避免NAS受到一些攻击 这里面有三个模式 我们选基础的模式就行了 如果你比较懂的话 也可以自己添加一些自定义的规则 好了前面介绍几款软件只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 可能没有讲到你喜欢的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在软件中心里面有太多的选择可以下载 没有什么应用是最好的 但是一定有适合你的应用 我顺便在这里吐口槽 当你安装了很多应用之后 由于进程数变多了 因此它的关机速度就慢上许多 实测大概需要两分多钟的时间 不得不说比我自己的DNAS要慢上了许多 当然对于NAS而言 其实关机并不是一个常态化的操作 如果你想节约用电的话 你可以设置夜间关机 那样的话关机的速度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好那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影音播放 可能你发现了我的视频并没有说CPU的影音转码能力 老实讲我并不是很在意 虽然说N5105相较于GC25确实提升了不少 但是每个人使用NAS的习惯是不一样的 我自己更倾向于把NAS做存储设备 所以在PC上我一般用POP Player 在苹果电脑下一般用Infils Pro 它们都是可以非常轻松的读取NAS的影音文件的 至于电视上就有很多的电视盒子做搭配 比如说Apple TV 支度或者是是有TP等 那这些设备都是NAS的好伴侣 因为它们都是可以在客户端来解码影片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 如果你想用TS-464C做影音解码或者转码服务器的话 它也是可以完全胜任的 TS-464C搭载的是新一代英特尔N5105的CPU 那这颗CPU增加了更多的核显运算单元 这势必会更加有助于色调映射 接下来我们就以Jellyfin为例 来展示一下这颗CPU的解码和转码实力 网上有很多关于Jellyfin的Docker镜像 这次我们选择的是Niyami Saka大神制作的这款Docker镜像 因为这位大神制作的镜像用起来非常的省心 它已经包含了最新的驱动 Jellyfin需要的FMPG和补丁等一系列的知识 安装的方法也比较简单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参考头条作者 加勒比考斯的这篇文章 首先是解码能力 在这里我们选择一个一般码率的HEVC的影片 装机之后它是可以直接解码播放的 不需要转码 速度也非常的快 当然这对它来说是小菜一碟 接下来就是转码 我们在Jellyfin的控制台 设定好Intel的QSV硬件加速 并且勾选HEVC等诸多编码 然后我们找一个非常高码率的影片 高到什么程度呢 400M码率 这个码率平时是几乎遇不到的 为了方便演示 我们这里只是做一个极限的测试 当我们双击这个视频的时候 会有一个几秒的加载过程 很快的影片就开始播放了 此时我们观察播放信息 可以看到 这里已经显示转码的进度了 说明这是一个实时转码播放的效果 那这边呢 也可以看到目前的帧率和转码的百分比 经过转码后播放的影片是非常的顺滑的 而且色彩映射也是正确的 而此时CPU的负荷并不高 大约是20%到30%左右 终于到了最后的总结环节 说了这么多 TS-464C到底值不值得买呢 目前在电商的价格大概是3799年 作为一台四盘位的品牌NAS CPU硬件规格和性能都是普遍高于有商的 我想这一点呢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双2.5G的网口 可以让你的内网速度提升2.5倍 当然这可能并不是刚需 但确实解决了一部分人的痛点 品牌NAS相对于DIY NAS最大的优点 莫过于友好的系统和丰富的软件库 如果你是初次接触NAS 那么购买品牌NAS一定会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缺点方面 QNET系统可能越来越专业和庞大 开关机的速度比DIY的NAS就要慢了许多 当然我们前面说过 你可以设置自动开关机来规避此问题 其次就是我觉得界面的元素有点多 尤其是新手引导的页面出现的有点频繁 我个人觉得默认关闭会比较好一些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